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松一口气都是一泻千里 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 哪怕肩膀弱小 依旧要努力顶天立地 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别看在家过得很有尊严 到单位不得不点头哈腰 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也不敢轻易跳槽 失去了工作 失去了经济来源 这样的日子都不敢多想 人到中年 最好的活法是心静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任而东南西北风 我自窥然不动 看透了生活 也就多了一份坦然 看淡了人生 也就少了无休止的欲望 人生一辈子 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为了房子 为了车子 为了孩子 为了金钱 其实都不是 人生最大的意义 是活得开心 仅此而已 如果你活得郁郁寡欢 那活着也等于要死不活 人到中年 经历过太多的不容易 就懂得了逆境重生 那些成功的人 其实是涅槃重生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活下去 熬过了苦 前方就是甜蜜 扛起了压力 虽然很累 但累也值得 人生哪有过不去的坎 大不了兵来降挡 水来吐烟 管他明天会发生什么 等明天再说吧 管他昨天发生什么 统统一笑而过 人到中年 静静守候爱情 人到中年 别天天思念睡 别思念到心痛 学会放手吧 少年夫妻老来办 不珍惜眼前人 未来的日子 也许孤苦无意 放不下得不到的人 虽然感觉很痛 但长痛不如短痛 爱恨清零 爱恨随缘 人生多少事都赴笑谈中 有时候笑得好忧伤 但总会过去的 生活就是一杯清水 平平淡淡才是真 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情 来得快 去得也快 真正陪伴你的人 都是静待春花秋月 静静守候到老 千万别半路弄丢了 很多人在追求浪漫的爱情 其实也没有错 谁都希望爱情浪漫一辈子 但这是理想不是现实 当理想和现实有冲突的时候 还是回归到现实来吧 不要生活在假象之中 那些有了婚外爱情的人 其实是假想幸福 并没有考虑到长远的生活 该如何坚持下去 人到中年学会敬仰自己 手的云开渐越鸣 再苦再难熬过去出彩 熬不过出局 熬要慢慢熬 别拼命挣脱 苦难就像一根绳索 你越挣扎捆得越紧 慢一点总会想到解困的办法 生活中往往那些笑到最后的人 笑得最甜 一辈子是不是过得好 别看你暂时的生活状态 而是等你老了 回头看看 曾经走的路是幸福多一些 还是苦难多一些 当然幸福的人 把苦难也会当成是 奔向幸福的路 这样一来 人生就真正幸福到老了 老子说万物云云 各归其根 其根曰静 静曰复命 静养自己 才可以洞察人生的真谛 才可以休养生息 人到中年 丢掉所有的负面情绪 保持轻松状态 安安静静 洒洒脱脱 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 静坐长思挤过 闲谈 没论人生 一个人受苦多了 也就懂得了沉默寡言 一个人总是心知口快 得罪了人 就懂得了手嘴 与其高谈阔论 不如低头沉思 当你进退不能的时候 告诉自己 退一步海阔天空 当你受人诽谤的时候 别解释 否则越描越黑 不说是一种智慧 说是一种坦诚 可是很多人 不喜欢坦诚的话 却爱虚伪 你要做的 不是改变别人的观点 而是改变 自己的说话方式 坚持不说 不惹是生非 坚持少说多做 是成就自己 有时候 与人交谈 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别以为每个人 都会接受你的指点 中言逆耳 利于行 但逆耳中言 不爱听 做人要谦卑 如草一样低调 普通一点 没什么不好 虽然渺小 但自己觉得开心 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 如果你想要变得高贵 总是看人脸色 高贵的人 也许有更多烦恼 一个人 要学会安静 唯有安静的时候 才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 知道自己的心需要什么 该舍弃什么 闹腾腾的时候 六神无主 迷失了方向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冯梦龙说 是非只为多开口 烦恼 皆因强出头 你越出头 越被人嫉妒 转而就变成了记恨 枪打出头鸟 也就是这样的道理 赫利基群 有时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真正成大器的人 都很低调 站在人群里 都不起眼 和大家没什么两样 只有那些 没有本事的人 才高团阔论 以为自己是大神 闲谈模论人非 要懂得 并从口入 或从口出 你说三道四 虽然不吐不快 但得罪了人 还埋下了祸根 自己却洋洋得意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不爱说话 不是没有话可以说 而是不想说 也不需要说 别人不懂你说了也是废话 懂你的人 说几句就彼此心领神会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需要三思而言 别口误遮拦 对谁都掏心刀废 静坐 长思挤过 闭上眼睛 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做 把自己放在世界的外面 慢慢忘记一切 从前的美 从前的丑 从前的烦恼 未来的忧虑 统统都忘掉 学会忘记 就懂得了控制自己的内心世界 抑制了自己的脾气 从今往后 走自己的路 不必太在乎别人的眼神 也不要太在乎成绩和荣耀 按照自己的原则走下去 活出一份坦然 过出一份自在 老天不会亏待 每个努力的人 也不会善待 每一个懒惰的人 聪明的人 从来不会用泪水 去博得别人的同情 而是用汗水 去博得别人的掌声 所有的成绩 都是默默付出的结果 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当你看到别人的精彩 就多想一想 别人背后的故事 也许都是伤痕累累 人生就是一块 溪流里的石头 反反复复 经过时间的洗礼 水流的冲刷 也就变成了圆润的鹅卵石 只是过于圆滑了 就变得不是自己了 因此做人 要懂得左右逢源 但要带一点点锋芒 站得高看得远 心有多静 世界就有多美 所谓宁静致远 其实是憋一口气 一直往前冲 别停下来 然后你会突然发现 自己迎走了很远很远 距离超乎了自己的想象 靠自己 你会减少失望 别说话 你会减少麻烦 静下心 你会找到当初的自己 慢慢感悟 你会听到美妙的声音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也就慢慢变得沉默了 不是心中无语 是不想说 也不知道应该对谁说 社会很闹腾 城里的人很多 为什么有的人 却总是寂静无言 一个人 学会享受寂寞的时光 可以思考人生 今后的路 该何去何从 慢慢的就变得清晰了 心就变得安静了 而那些害怕寂寞的人 总是往热闹的地方拥挤 喜欢跟风 结果迷失了自我 转来转去 瞎转悠 那些不属于你的圈子 挤进去 别人把你当成局外人 结果你身处闹事 内心却更加寂寞 有一首歌 有几句这样的歌词 一个人的寂寞 两个人的错 分手虽然是我先来说 又奈何躲得过 心痛的折磨 一个人的寂寞 是有原因的 也许是因为爱情受了伤 也许是人生不顺 也许是家庭有不愉快 但懂得享受寂寞的人 寂寞的时候 不仅仅是沉默寡言 而是努力让自己忘记一切 把心灵的杂念都排空 把欲望都放下 人生回归到某个原点 变得安静自然 一个人真正放下了烦恼 不是忘记了一切 而是想起那些烦心的事情 都可以一笑而过了 没烦没脑一身轻 这样的福报越多越好 寂寞是透过水墓看事件 把烦恼从人生里过滤出去了 才可以把迷失在尘世的自己 重新找回来 余生作为一个享受寂寞的人 心中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